注意看,女人刚回到家,疑神疑鬼的丈夫就开始质问女人去哪了,女人不想跟丈夫争吵,几十年如一日的吵架,她已经觉得累了,丈夫见女人竟然敢忤逆自己了,异常生气,摔了饮料瓶就开始疯狂敲打卧室门,奈何女人早已把卧室门反锁了,眼见外面没了动静,女人微笑地躺到了床上,渐渐没了动静。 屋外的丈夫还在不停地喝酒,辱骂着里面的女人,眼见女人还是不开门,男人生气了竟然开始威胁起了孩子。 孩子害怕,只能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。 丈夫看孩子都不管用,于是气冲冲地走到了卧室门口。 说着男人就借着酒精砸开了卧室门,看见女人竟然还躺在床上。 孩子在旁边被吓得哇哇大哭,就在这时,孩子的干霸赶来了。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点头向家号我们接着看。 会发生什么就 tra oui把钱入急运的雨时安排的死亡出正真BLE。 来了哈 이건等一下的名则吧不停的 photography,爱称呀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